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14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台阶上 礼兵分裂两侧 号手吹响迎兵号角 新任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 进入北京厅 在北京鸟看图前 使节们依次向习近平成帝国书 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 这14位新任驻华大使是 奥地利驻华大使史迪弗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塞伊多夫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恩迪亚耶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杰纳利 布隆迪驻华大使姆巴祖墓地马 尼日利亚驻华大使吉达 乌干达驻华大使姆佳 加鹏驻华大使恩东 芬兰迪驻华大使宿海兰 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 爱尔兰驻华大使 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 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芳 比利时驻华大使马文克 卢森堡驻华大使余博生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 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 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 指出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 提供便利和支持 希望使节们为增进各国同中国友谊 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友好关系 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增强政治互信 推进务实合作 扩大友好交往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中国和各国人民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 表示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珍视人民间友谊 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进一步深化双方互利合作 使节们对初始中国深感荣幸 表示愿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 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做出最大努力 接着 明镜需要您的时间 进去 双方互利合作